一岁之前的宝宝是非常挑食且不怎么能吃的 我发现我错了 我的宝宝在五个半月开始吃辅食之后 为什么吃什么 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 现在一岁了 每天基本上早中晚三晚饭 或者面条 食量是我的一半 不挑食的人吃什么都是高兴的 而且每天要喝500毫升左右的牛奶 我觉得我每天吃这么多 应该是不觉得很饿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 她的身高和体重都维持在正常值的最下限 不长肉也不长个子 一岁的个头看起来和别人家四到六个月的宝宝一样大 不过一次也没有病过 只要健康就可以了 女孩子嘛身材小一点也正常 宝宝现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 一下把头撞了一下又摔倒了 大人时刻不能离生 非常的累 没办法困难总会过去的 这也是孩子成长中最有趣的时光